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免费课程的199节课 雅思作文写得越长分数越低,到底写多长会比较好 就你们问了一个问题啊,截图没给你们放啊 就有一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放在微信公众号了 他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那个写得特别长,然后每次分数都很低 我们昨天发那个经验分享不也是吗 有一个学生说他之前写作文都写得特别长,然后导致分数特别低 然后觉得是那个,是不是因为写太长了,所以分数才会低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今天学习目标就是雅思作文到底应该写多少字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只看Task2好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你学过本节课程以后的话 可以回答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只写了200个字啊,Body2没写完呢 有没有可能拿到7分,想一想啊,这是Task2啊 如果还有10分钟交卷子,Body2还没有写完,怎么办 就是说,考官说你还有10分钟了吧,你Body2还没有写完 你是继续写呢,还是就不写了,这个很重要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分数到底是写的是多长 我们看一下7分8分和9分的好吧,剑桥考官官方的那个范文 好,这一份资料你们都有对吧,都下载了,如果没有下载的话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雅思,大写的L,大写的L,然后小写的YNN 然后你关注它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去下载这份资料了 这是我们从那个剑桥书6至11后面找出来这个范文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7分,我们直接看一个Task2,我们就看一下这个Task27分的文章 不用看题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它写了有多长好吧 好,你会看到考官给你写了一个unfinished essay 它的意思是说,这篇文章没有写完,Body2只写了一半 它写了224个字,包括标点符号的224个字同学们 Task2要求写多少个字,250个字,它都没有写够字数 有些老师考官也会跟你说,我采访考官也会跟我说 所以你知道吗,会有penalty啊,那个少许的字数会刨分啊 但是实际上只会在TaskResponse这边刨一点点的分数 如果你写的很扣题的话,不受影响的 也就是说你前面都写对了,即使整篇文章都没有写完 你还是可以拿到一个7分的 明白了吗,这个很重要,并不是说你写的越多越好 或者写的越少越好,你即使没写完,一样可以拿7分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7分的例子啊 好,这又是一个7分的Task2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是写了多少个字 这篇文章更逗啊,就写了一个paragraph 我们之前讲过吧,写了一个paragraph不受影响 一样可以拿7分啊,它写270个字 这是我们最建议你们写的字数 就是写270个字,不多不少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8分的 我们来看一下8分的文章是不是字数会比较多呢 有些学生会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考8是不是写字数就会比较多呢 考官只给了这1篇8分的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多少个字 好,30一个字,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等一下你再看满分的你就会发现 其实和字数关系并不是很大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满分的文章 考官给出了满分的文章,剑桥5的这一个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多少个字啊 字数统计,这篇文章是257个字 有些时候,我跟你们讲,我写的文章 我最近写的文章,你们发现都很短,对吧 以前我都会写300字 我最近真的只写260个字了 它写的是257个字 因为我都是超满分文章的 满分文章真的并不是很长 所以我们在这边写上多少 9分的长度是26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9分的吧 因为我们9分的文章还挺多的 这又是一个9分的文章 这可能会长一点吧 我看上去像265到270的 这应该是,哦,250还少了一个字 也就是,你看了吗 满分文章反而,也就是说考官推荐的文章 反而字数会短一点 我给你们最新课程里面的文章 都是字数会比较短一点的吧 好,这条4Task2这篇文章 这也是满分的 我们现在,我只随便给你看几个满分 260吧 这不是巧合啊,同学们 你看我们都看了三个文章 都是260,我们再来一个 看看这是多少个字啊 嗯,有些时候你感觉这个文章还挺长的 但其实没有了嘛 270啊,对吧 也就是说满分文章推荐的真的是 我们推荐你们写270吧 现在就跟你说写260到270就可以了 我们看了四个满分的文章 都是250到270之间 就是说你写250到260左右 左右,我觉得260左右就完全够 不要超过270个字就可以了 满分文章都是这样 你看8分这个写了300个的 但是满分文章很少有写300字的 7分的话也是270 我们外教推荐里面都是写270左右的 对吧 所以写260,70就OK了 然后,但是你会看到 假如说你真的写少了 怎么办 写少也会不会特别stress 很担心,不用担心 写少一样可以拿7分 一定要去保证你的准确度 论证时候的准确度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你到底应该写多长呢 现在你知道了 270左右 长度和分数 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 我们为什么建议你们写少 是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检查 你一定要保证你写过内容都是准确的 每写一个段落去检查一个段落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套路啊 我们去复习一下 亚瑟写作免费课程第169节课 我给你们讲过 我说实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听好 没写完一段 检查一段 假如说你现在还有 不管你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比如说好 我写完task2 我写完我的introduction了 这个时候我马上检查 这个时候大概是5分钟 对吧 再包括你的planning时间 可能就是5分钟 再写一个task2 可能再写一个introduction 5分钟 大概就10分钟 然后你写完body1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概就是20分钟已经过去了 你把body1再检查一遍 大概是22分钟的时间 然后你再写一个body3 然后你再去检查一遍 大概就是27 大概就是30 12分钟 或者35分钟 这个时候你还剩5分钟的 写一个结尾 就可以了 明白吗 永远都是写完一段 检查一段 写完一段 检查一段的 或者是说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就是想你细合上 从头到尾这样直接写 也可以 我自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有自信说 我30分钟之内 我肯定知道 我可以写完我的body2 好 这个时候你从头到尾都写完 你写到body2了 看一下时间 一般情况下都是25分钟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会比你自己模拟考的时候 写的要快一点 你会很紧张 然后你再回去检查一遍 这个时候是30分钟 这个时候最后再写一下 你的结尾段 能明白吗 考试实战的时候 这个真正去实战考试的时候 没有从头写到尾的情况 如果你从头写到尾的话 你有没有感觉到 越写到最后你越紧张 其实那个时间没有特别 你没有浪费很多时间 但是你紧张了同学 那怎么办 所以我都会建议你们 写完body2之后 回去检查一遍 好 假如说你写完body2了 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写完body2还有10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干什么 你就不要再去写你的结尾了 一定要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 假如说你写完body2 你说还有5分钟的时间 你也还是要去检查 不管你有多久 你都是要把前面的检查之后 再写一个结尾 能明白吗 不要写到最后 因为有些时候你喜欢 我们喜欢写一个高达上的结尾 喜欢在结尾的时候浪费很多时间 这种写法就是会避免你在结尾的时候浪费很多时间的 这个很重要啊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这个小知识 我自己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哈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这节课程让你收获一次 你平时没有注意的东西 比如说你不知道task to写多少个字啊 你不知道满份文章 人家不过就写了一个250到260个字 那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啊 那我们本期的课程课件下载 还是在kisels.com daily lesson 每天微信公众号更新的时间是每天早起 大陆时间早7点 末尔本时间10点更新一个免费课程 微信公众号是亚斯林 大写的L 小写的YNN 然后我们有一个免费课程 它是网络课程 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学习 会和你分享我是怎么样16天 考到写作7分的 你可以去下载并且学习40组万能ABC词组 注册方法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我们付费课程现在正在紧张的更新之中 然后你们可以去 付费课程主要会讲解100多个预测题目的ABC词组答案 然后这次我们把200多组分 短成50组万能ABC词组了 我们会明天的课会给你们讲 就是这周肯定会给你们讲 我们ABC少了之后 怎么样还可以保证一个8分 7到8分的样子 这次题肯定是100%可以命中考试真题的ABC词组 然后这次不需要学习语法了 上周我已经讲解过了 然后课程介绍的话 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正在更新的这个课程的页面 是什么样子的 你会看一下 现在就会更简单了 就学第一至第七节课就很 各种各样类型的题目全部都在这边 然后语法就没了 就一个讲recipe而且很简单 然后我们从第九节课开始就学习 这些全部都是题目啊 同学们都是运测题啊 每次都是命中的运测题 都是从这来的 知道了吧 我们都会讲什么 Cities are similar in importance of museums Languages are disappearing 你看一下你哪个题不会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肯定就是 就是需要这个你知道吗 需要学习一下 比如说文化类我们讲的 大概是20多个题目 然后我们今天会更新 媒体类大概10到15个题目的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付费课程 现在正在更新中了 你们三月三号之前考试的 不要报名这次课啊 我们三月三号才可以更新完 网络录播课程 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学习 可以用电脑学啊 基础课程是两个月内 可以无限次数收看课程的 所有课件的下载 VIP课程同学过得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两个月之内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通过 因为呢 它是有作文批改的 比如说有学生14天通过啊 有学生两个月5.5到7分 稳稳的就过了 但是你们记住这个情况 我推荐你们看他的这个经验分享 对吧 因为他是一个5.5考到7分 每天只学了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妈妈 就是年龄会比较大一点的学生 会比较适合你们在欧洲 学习工作比较紧张的同学 还有一个同学 就是四个月考到六 从六考到7.5分 比较适合脱产复习的同学 然后呢 我们VIP课程是包括 外教批改四个评分项目 现在给你们增加到30篇 我也就是最多能增加到30篇了 成本太高了 然后我们还是24小时的反馈 独家的语法表格 然后就会把你的语法 根据不同的错误类型去给你分类 还是会有微信互动 答疑签到我和助教 全部都会给你 就是在微信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呢 是网络课程和基础课是一样的 但是它四个月内无限次数收看 基础课是两个月无限次数收看 所以VIP课程相对来说 会适合那些拖延症比较严重 然后就下一次考试 我一定一定要在两个月之内 说什么也要过的学生 会比较适合你们 如果你自学能力比较强的话 报基础课程实际上就足够了 好 那我们这次课就讲到这边